在复联4中,当浩克打出救回众人的响指后,宇宙的一半生命便又重新活了过来,而这个消失了5年的莫妮卡,则是天剑局的一名特工。 随后局长泰勒告诉莫妮卡,最近发生了一件怪事,那就是袭警镇上的3000多人,不知什么援引,居然在一夜之间全部消失了。 当莫妮卡来到镇上,见到这个负责调查此案的吴太元后,吴太元说,他之所以还没进到小镇里面调查,那是因为在小镇周围,似乎有个能量厂在阻止他们进入。 说完,莫妮卡便拿出了一架无人机,然而当莫妮卡操控无人机飞向袭警镇时,她发现监控画面在一闪后,那台无人机居然不见了,于是她走向前,把手就伸了出来。 不过下一秒,莫妮卡便被吸了进去,之后天剑局则在小镇外搭建了一个临时的办公基地,并且他们还找了几位相关领域的专家前来帮忙。 天体物理学家戴奇通过一系分析发现,在能量场中,居然存在着大量的宇宙微波辐射,随后他便让人去找一台老师的电视机过来。 连接完毕后,他们竟然在电视里看到了一部由旺达跟欢氏主演的情景喜剧。 为了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,局长泰勒还拍了一名特工,通过下水道潜入了西景镇。 而旺达这边,在看到有可疑人寄来后,直接就将小镇从50年代切换到了70年代,并且此时的旺达居然还怀孕了。 当欢氏去送医生的时候,旺达这边已经用魔法为宝宝做了一个小床,可欢氏刚一回来,他发现旺达的肚子又大了不少。 随后两人还因为孩子的起名问题,有了一件分歧,旺达希望宝宝叫汤米,而欢氏则觉得叫比利好听一些。 可就在这时,旺达体内的宝宝也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成长。 欢氏一看这情形,立马紧张地飘了起来,旺达让欢氏赶紧去救医生,可欢氏刚一离开,连居莫妮卡就来了。 莫妮卡说要向旺达借个水桶,疼得超能力都不受控制的旺达,此刻还开始变起妆来。 旺达本想用果盘掩饰一下,但最终还是没能挺住。 随后莫妮卡变成了旺达的临时接生大夫,伴随旺达一声大吼,她的儿子汤米便出声了。 这时,欢氏背着一声也赶了回来,不过就在欢氏抱着汤米高兴之时,旺达接着又是一声大吼。 原来旺达怀的巨人是双胞胎,旺达看着这对小家伙说道。 然而令旺达没想到的是,这个莫妮卡在听完后,竟然说了句。 警觉的旺达明白,在这个特殊的时空里,这的人不可能会有以前的记忆。 此刻旺达发现,莫妮卡胸前还佩戴了一个天剑橘标志的吊坠。 说完,旺达使用魔法,便将莫妮卡打出了袭警阵。 接着旺达又将破损的墙壁,用魔法给修复好了。 此刻欢氏也送走医生反了回来,可当旺达回过头后, 刚刚发生的所有异常状况,开始令旺达担心, 他们一家的幸福时光到底还能维持多久。 这对旺达跟换室的双胞胎宝宝,出生还不到一天, 居然直接就长到了五岁。 这天,两个孩子在外面捡了一条流乱狗,并想要把他留在家里。 不过旺达却说,要等到他们十岁时,才能够养宠物。 于是下一秒,两个孩子瞬间就达到了标准。 这时,狗狗听到外面有声音,可旺达打开门后, 他发现空中居然出现了一架无人机,原来这架飞机就是小镇外天剑局弄进来的, 伴随局长一声令下,无人机的影像也完全消失。 这时,基地外突然又传来了警报声,当众人来到外面后, 只见旺达提着飞机,就从能量场里走了出来。 说完旺达抬手一挥,便让众人的枪口对准了局长。 接着旺达则又返回了小镇,而另一边, 幻市因为白天在公司,收到了一封天天局发来的邮件。 邮件内容显示,小镇目前正被一股强大能量笼罩, 而镇上的居民也都被人给控制了。 为了验证邮件内容,幻市还解除了同事的被控状态。 验证完毕后,幻市回到家,便要找旺达问个清楚。 不过当两人的紧张气氛刚一缓和, 房间的门帘居然响了, 旺达打开门后,瞬间就把他给惊呆了。 原来敲门的人,竟然是旺达已故的哥哥快颜。 那么这个快颜的扮演者,为什么换成了X战警里的人物呢? 知道为啥的,可以打在评论区。